你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你们在家做红烧肉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那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 好吃又下饭 你要是把它学会了 那可就是你的拿手菜 首先清水里面放葱姜和少许的盐 再把五花肉放到盐水里面 浸泡了十分钟 这样做能把肉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泡出来 而且还能使口感吃上去更加的软糯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跟你们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不放少许油 倒入五花肉 开小火慢慢的炒 把它的牛油炒出来 这才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 熬出来的油脂不要挡 留着过年可以炒的青菜 然后加葱姜 一个八角 几个干辣椒 调味只需要这么一小包红烧酱汁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其他的任何调料也不要放 还可以用它来做红烧盘 红烧主题也非常的好吃 加入啤酒去腻增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木骨五花肉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然后开大火烧浓汤至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 入口计划 赶紧去做吧 往下 的 就